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聊聊金刚狼 说到金刚狼的此次北京型 没收获 着实不小 除了品尝非常地道的北京小吃 感受铁杆的中国影迷的热情之外 短短几天狼叔的中文也是突飞猛进 是的 这都是在中国熏陶而如不然之下 不过说实话 我看他现在穿这个服装 就和电影中很难挂钩起来 电影中他都穿丝裂的背心 现在西装笔挺 你不感觉有另外的一番味道吗 没错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这个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 是的 让休吉克曼就更加的迷人 看一下咯 看到休吉克曼本人 现场影迷已经清满自控了 其料最后休吉克曼 还助流红桿为热情的影迷们签名留言 这让被感受爱戴的粉丝们放声其呼 杰克曼 这边杰克曼还在忙着签名 那边粉丝们却等不及了 于是现场速度失控 他马上会过来 回到你们的区域还不上 即便连采访期间 杰克曼都再度转身向影迷示好 奇料一旁的媒体中 也有不少金刚狼迷 于是休吉克曼一边采访一边握手 忙得不易乐乎 做了如此爱戴 休吉克曼也淡定不了了 由于过去的10月12号 是休吉克曼的生日 在现场首度来北京的他 也第一次在中国度过了 一个难忘的生日 而蛋糕上赫然写着的 狼叔的英文名 让休吉克曼断详了很久 对于这个中文称谓 他是爱得不得了 狼叔 当然他更爱的是那些 铁杆狼迷们 我希望他们享受 鲁杰克曼 和我需要 因为新年地 休吉克曼 印发幻人空向 北京才他妈的 说的感觉好像 还真的是不错 真的是